天灯又称为孔明灯 相传是诸葛武侯孔明所发明 也象征孔明的智慧 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和七堵庆祭公主委柯金彪 一起拿着精巧可爱的小天灯调试表示 1月6号早上 民众来庆祭公参加孔明神尊住驾的活动 就有机会获得和主办单位 准备有奖征达的150个小天灯 和同样相传是诸葛武侯孔明发明的 馒头也将准备300个 另外还有军师护身军牌30个 作为和民众结缘的小礼物 更希望象征智慧的孔明神尊 住驾七堵庆祭公这段时间 可以和林宴的七堵马 一起为七堵周边商店 带来更多参拜的人潮和商机 在三国这个诸葛孔明是非常聪明 是一位这个独自多摩 也是算是非常聪明的一位 可以说是全能的这个政治家 军事家包括他发明了相当多的一些产品 包括我们这个十分的这个 孔明灯也好 包括这个馒头 包括这个牛马车 那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这个诸葛孔明 他的一个智慧 能够就是说教育我们下一代 在这个品德教育也好 包括我们这些各工商 这个各界的这个团体 如果说你们有什么这个疑难杂症 其实可以来跟孔明借智慧 那也希望说我们七堵庆祭公的这个七堵马也非常灵验 可以来弘扬我们这个就是孔明的智慧 还包括我们七堵马的慈悲心 那也谢谢我们主委 这个搭起这个桥梁 那欢迎在云月六号十点 可以例领我们七堵信机公 那这个活动 我们当天有这个赠送这个 馒头三百颗 还有这个天灯一百五十颗 包括这个我身上带的这个 诸葛孔明的这个军令牌 那当天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活动 还有一些抑制游戏 欢迎大家来参与 那七堵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 欢迎大家例领现场 来我带我们妈祖 七堵马来这边来住宅 为地方的各种繁荣 大家来共襄盛举 那我站在庙方的立场 我们七堵马的立场 我很欢迎 诚挚的欢迎 所以才有营业六号 他定在那一天住宅 然后我们一系列的活动 来推展这个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 除了基隆 也希望全省 有知道诸葛口行 这些尊神尊在这边 都来这边朝拜 大家长治会 各行各业都有长治业 来发挥自己的力量 无形的力量 谢谢 在机动市议会副议长 杨秀玉牵线下 新北市平溪区孔明庙 多年前从大陆四川成都 武侯祠 迎请供奉的孔明神尊 1月6号早上将住驾 七堵庆祭宫 包括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以及拥有财经专业背景 被称为前国民党大掌柜的 刘泰英 都将到场参加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